一套入千禧年 王杰可谓喜事重重 因为除了刚推出的新广东专辑的首批订货量 迈向白金之外 他为香港保护儿童会筹款的慈善演唱会 也即将举行 难怪他进来心情胜家 就算被唱片公司强迫 穿上讨厌的红色外套也笑容满面 王杰恭喜恭喜 马上就要开你的演唱会了 那之前要不要做一些准备功夫这样子 我想最主要就是练歌了 还有练吉他跟练钢琴 因为这次我在演唱会里面 我自己会负责很多其他乐器的部分 至于体力方面当然也要了 但是我想这个机会比较少一点点 所以我大部分都是利用晚上收工的时候 很半夜一个人跑去运动一下再回去睡觉 虽然很久没有在香港举行演唱会 但是王杰魅力仍在 但是透过信用卡优先订购的门票 在第一天早上已经全部售清 所以他也打算在演唱会中 以特别的形式回馈歌迷的厚爱 我想这次因为这次是一个慈善的演唱会 基本上我自己不太想把个人的色彩放那么重 因为这是一个慈善的 不是在表演自己 那我想希望大家来不是看一个秀 而是来真的听一场慈善的演唱会的歌 在里面我这次因为除了自己会负责很多乐器的部分之外呢 我想在服装方面呢 可能会有些突破 但是这是他们逼我这样做的 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其他另外方面呢 我们会有一些部分的给人家很惊喜的一些 现在我觉得现在还是不要讲的比较好 因为讲了就不好玩 出道多年的王杰先后推出过不少专辑 也为大家带来不少惠卓人口的经典金举 不过说到这次要为慈善演唱会选歌的问题 他却说并不太困难 问题就出在这次因为是一个慈善演唱会 所以我在这次的演唱会里面呢 我也会唱部分人家其他歌星曾经唱红的一些歌 因为我不想刚刚已经讲过 我不想把自己的个人色彩强弄跳得重 但是我们别的艺人的歌 我们会用一个比较 另外一种新的版本的样子的音乐出来 表达出来 然后唱法也会不太一样 现在的歌手举行个人演唱会 都喜欢邀请好朋友上台做表演嘉宾 那么王杰又会请哪些好朋友上台呢 我在想因为在香港开演唱会 我希望如果他们真的 我讲我指的是艺人朋友 如果他们真的是觉得喜欢我的话 他们随时可以上来 我绝对不介意的 我会很高兴 这次王杰的慈善演唱会反应那么好 不知道会不会加强他的信心 尽快开他的个人演唱会呢